我可第37天,心忙,心硬,心哭 在你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在跟随这个毕竟时会感到有点不安 觉得自己不是好像毕竟内容所形容的那么差 我不是这么心硬,不是这么骄傲 不是这么厚颜无耻,不是对天主这么差 请大家不要误会 这个毕竟的目的并不是诋毁或看不起大家 也不是要教训大家 更不是要让大家感觉难受 但因为我可这个主题所牵涉的 不是一般以理智接收及简单的做反思的内容 而是需要我们划到深处 腾出足够的时间及空间 在独处及静默中 好好面对自己及生命中最困难和最核心的问题 在心底深处与主相遇 真实的及由心的经验天主的临在及陪伴 这毕竟的目的就是为我们逐一揭示我们的盲点 使我们慢慢看到事情的真相 好让我们能够清醒一点 心硬是我们能否解渴的大敌 是长时间处于干涸状态的结果 是不断被自己的盲点所封闭的状态 是魔鬼最擅长的策略 撒旦本是天使 本应与其他天使一样 十分认识天主 但因为骄傲及嫉妒 令他对天主心硬了 也成了堕落天使 黑暗之子 谎言之父 也可以说是心硬之父 所以撒旦乐于令更多人进入心硬的状态 令他们更容易被魔鬼操控及缩柏 成为魔鬼的奴隶 而远离最爱我们的天父 可怕的是 大部分人并不觉得自己是心硬的 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魔鬼也愿意附和认同 乐于看见你继续心硬 心硬令我们在不知不觉间慢慢远离天主 相反 要解决干涸的状态 我们需要尽量拉近与天主的关系 我们可以幻想这份关系 就是自己与天主之间的真实距离 距离越近 关系就越好 距离越远 关系就越疏离 一般来说 你不能说自己与天主关系好 但感觉距离很远 这关系 亦与我们和天主所渴求的事物之差距有关联 我们与天主所渴求的事物越是不同 距离感就越远 关系也自然疏离 故此 解渴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要收紧与天父所渴求的事物的距离 我们所渴求的越是吻合 关系就会越好 从于耳中的天父 渴求的只是我们 别无他求 专心 专一 专注 这就是关键 反观我们生命中的渴求 五花八门 莫说从一耳中 同一时间内也不能专一专注 而是朝三暮四 处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当中 我们口渴的状况怎能得到满足 跟黄论会有幸福 结果就只有天父苦等着我们 而我们心灵的干涸也不会得到舒缓 因为我们所寻求的并不是我们心灵及灵魂的需要 所以我们可以欺骗自己一时 但不能够欺骗自己一世 到那时 我们就会惊艳到圣奥斯定所形容的状态 主 我们的心不会安静 直至他在你内安息 的确 因为我们是天主所创造的 也是为他而受造的 在这世上 我们不能欺骗自己 唯有当天主和我们的渴求相遇时 即使说我们双方所渴求的事物是一致的时候 天主和我们的渴就会同一时间被解开 缺一不可 如果我们要解生命中的渴 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也是唯一的出路 要在生活中减少盲点及导致心硬的机会 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简化我们的生活 简单的生活 帮助我们减少生活中的肢结及次要的事 即减少我们分心的状况 也同时降低我们生活中不重要的渴求 因为去满足渴求需要我们花时间努力经营 即需要耗我们的心神 也分散我们去专注处理最重要的事的经历 很自然会增加我们在这重要事上的盲点 间接令我们生活的不清醒 难于接受天主的讯息及提示 顾此不容易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是我们不容忽视的 对象篇 你觉得自己有盲点吗? 有没有心硬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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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西的状况? 唯一就是某种状况 有没有心硬的状况? 你懒得了一点? 是什么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常我们会觉得天主有能力掌握及支配一切 甚至乎我们与他的关系 经过这两天的反思 你有没有新的体会 在你和天主的关系中 你觉得自己专一吗 是天主亏负了你 还是你亏负了天主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人子的阿爸父 多谢你再进一步张开我的眼睛 打开我的心扉 令我看到更多 感觉也更敏锐了 令我看见自己的盲点及心应 也能更感受到你的心痛 求你不要让我这个醒觉的过程 会因为我的骄傲 觉得自己没有问题而停止 甚至埋怀你没有主动亲近我 赏赏我与你亲密的关系 求你让我对你公平一点 体调我爱你 阿爸父 我爱你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 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 阿们 感谢您参与这个四旬期的四十天灵修之旅 我可 希望您有所启发及得着 为了各位的灵性益处 生命恩权 每年都投放不少时间及心血 制作不同的灵修项目 而我们的所有事工 都是透过支持者的慷慨捐助才能延续 我们希望您以祈祷及捐款支持我们 请用网页lent.fl.cc顶部的按钮做网上捐款 衷心感谢您的支持 祝主内平安